我们来完成这个表格 两个电阻串联还有两个电阻并联的时候 电压电流跟电阻的比较 先来看电压 封闭回路两端电压一样 就是封闭回路两端能量会一样 所以电池的电压会等于 第一个电阻的电压跟第二个电阻的电压相加 所以总电压V等于 第一个电压加第二个电压 再来是电流 同一条导线电流处处相等 再来讨论电阻 我们利用电压来算电阻 电压等于电流在乘上电阻 所以总电压就等于总电流在乘上总电阻 这个R是总电阻 第一个电压就等于第一个电流乘上第一个电阻 而第二个电压是第二个电流在乘上第二个电阻 现在电流都一样 所以把电流删去 可以得到总电阻 等于第一个电阻再加上第二个电阻 就要记下来 所以串联之后的电阻会比原来最大的电阻还要大 因为串联后的总电阻是把所有电阻都加起来 所以电阻会越来越大 再来讨论并联 并联的时候封闭回路两端电压相等 所以电压都一样 再来讨论电流 并联的时候电流I1加I2会变成总电流 所以总电流I等于I1加I2 接着我们来讨论电阻 由电流来推电阻 电流等于电压再除以电阻 所以这个总电流就是总电压 除以总电阻 第一个电流等于第一个电压除以第一个电阻 第二个电流等于第二个电压除以第二个电阻 现在电压都一样 现在电压都一样 所以可以把它消去 都变成1 所以总电阻的导数 等于第一个电阻的导数 再加上第二个电阻的导数 这个要记下来 但是老师在做题目的时候 其实很少用到并联总电阻的公式 后面题目老师在解释 并联后的电阻会比原来最小的电阻 还要小 我们证明一下 如果原本第一个电阻是 比如说2 第二个电阻是4 1 2加1 4 等于总电阻的导数 这个R是总电阻 我们算一下 4 所以是2加1 4分之3 总电阻的导数是4分之3 所以总电阻是3分之4 3分之4比2跟4都还要小 所以并联之后 总电阻会比原来最小的电阻 是2嘛 还要小 所以并联越多 总电阻越小 也代表说电流会越大 我们来看这个范例 算个体的总电阻是多少 电阻串联 所以总电阻相加 总电阻老师用RT表示 这T就是Total 10加10 20欧姆 两个10欧姆并联的时候 总电阻的导数 等于个别电阻导数 等于个别电阻导数相加 这10分之2 就是5分之1 所以总电阻5欧姆 两个20欧姆并联一样 总电阻的导数 等于个别电阻导数相加 算出来 10分之1欧姆 所以总电阻是10 可以发现 个别电阻都10欧姆的时候 并联之后 总电阻除以2 总电阻会变小 都20欧姆 并联的时候 总电阻变成10 20除以2 再来第四个 60跟30 并联 总电阻导数 等于 个别电阻导数 相加 60分之1 加2 所以60分之3 就是20分之1 总电阻 20欧姆 两个电阻并联 再跟10欧姆 电阻串联 这个并联的总电阻 我们知道了 这是15欧姆 再加10 所以总电阻 25欧姆 看第六个 这一组并联 再跟这一组串联 这一组并联里面 上面是串联 所以这个 串联的话 这个总电阻是 30欧姆 我们算这个并联的 先来算一下 总电阻导数 等于个别电阻导数 相加 30分之1 加2 10分之1 所以最小公倍数 是60 2 再加3 60分之5 12分之1 所以这个总电阻是12 这边是10欧姆 10加12 22欧姆 这个范例的题目 难度比较高 我们来练习一下 第一题 这是高中的题目 要求电池 这里的总电压是多少 这电路图比较复杂一点 我们来看这里 这个节点 电流是1.5安培 我们看这两个 1跟F 这两个节点 这里是一条电线 这里是一条电线 所以这是两条不同的电线 老师用颜色帮你标出来 这一条电线上的这两个电阻器 是串联 串联的时候 同一条导线电流都是相同 所以这个8欧姆电流是1.5安培 4欧姆的电流也是1.5安培 那我们来算一下 电压是多少 电阻等于电压除以电流 所以可以知道 电压就是电流在乘上电阻 所以8欧姆乘上1.5安培 12伏特 而这里4欧姆乘上1.5安培 6伏特 所以绿色这一条 总电阻是18伏特 这里是一个封闭回路 两端电压相等 所以9欧姆电阻器 两端的电压会是18伏特 电压18伏特 电流出来了 电压除以电阻 可以得到电流 电流是2安培 我们先来看一下电流流向 电流从正极出发 通过电阻器 到这个节点的时候 它可以向右或者向下 在依这个节点的时候 可以向右或者向下 然后在F节点的时候 这两个电流再汇聚 租节点的时候 这两个电流再汇聚成这个电流 也就是总电流 再回到电池 顺便看这里哦 看1这个节点 在1节点的时候 电流从这边进来 分成两条路 这条路是1.5安培 这条路是2安培 所以这个电流就是1.5加2 所以原本有3.5的电流 在1这个节点 然后分成1.5跟2 在F节点的时候 2跟1.5再汇集 所以这个变成3.5安培 2欧姆电阻器 我们知道电流了 所以可以把电压算出来 2欧姆再乘上3.5安培 这里是7伏特 再来我们看 这个封闭回路 这个节点 跟这个节点 锡跟珠 这里是串联 跟这个电阻器并联 串联的时候 总电阻是相加 7伏特加18伏特 所以总共有25伏特 所以这个5欧姆电阻 它的电压就是25伏特 知道电压之后 我们可以算电流 电流 电压除以电阻 5安培 这个电流是5安培 这里又有3.5安培 所以在珠这个节点的时候 总电流会是8.5安培 所以总电流就8.5 所以这个电流我们知道了 这也是8.5安培 知道我们算这个电压多少 电压 电流乘上电阻 所以是7伏特 知道我们看这个封闭回路 两端电压一样 电池的总电压等于 这两个电阻器的总电压 这里17伏特 这里25伏特 所以总电压出来了 然后写个total 总电压就是17加25 所以是42伏特 再来第二题 通过5欧姆电阻器的电流是2安培 这也是2安培 则求这个电阻是多少 有电流有电阻 我们可以把电压算出来 这个电压是 电流 İn 1 3 4 1 1 1 3 2 4 4 4